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十二集》的主人公 经营酒吧的Ben先生 生活在重庆的他 这次为何会来到西安呢 西安是十三朝五都 大家好 我是Ben先生 我来自美国 当时我现在在重庆住 今天我是过来当 我住在这里的旅游的主持人 我很高兴 我都原来跟那个 跟内周那样 我原来跟周那样 我原来跟周那样说了 如果他后来需要任何什么帮助 就要跟我说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特别是如果他们去西安的话 因为我超级喜欢西安 我找到老北京报道 老北京报道 你们都是西安的吗 是 你这话说不算太好了 还是有很多我不晓得 可以呀 我 直接都是脱钩的吧 我婆娘是重庆的 重庆的 对 直接看重庆吧 所以 所以我有一句中文说的 特别特别好 对不起老婆 我撤了清原谅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來吧 大家說要看著 就是要看那個 就是要看那個 你剛才說的那個 對 他也是個網紅跟你一樣 就是 有一點像我 從酒吧很晚出來了 走路回家 拍了一個小時 眼看快到了 可是 我們是剛到這裡 拍到太晚了 其間一小時來拍這個 哎 完了 那些 明天是節目要完了 他們時間到了 所以就 我哪裏去哪裏 我還不會吧 剛好未來的節目 由於不倒翁小姐姐的超高人氣 今天的入場人數已經達到上限 但只能遠遠地看一眼 現在是一個交通發達 人口流動激烈的時代 一個人為什麼要生活在那塊土地 一定有著很深層的理由 聽說這一次的那個外國朋友 主人公他是開餐廳的嘛 然後我就是在想 我今天 因為 因為那個疫情 就有兩個 兩個我們那個小禪吧 關門嘛 所以我想跟他 質詢一下他是怎麼 怎麼做的 因為我聽說他做得挺不錯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對我來說 這個挺大 好 你自己看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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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ers 所以你從哪裡來? 我從印度 印度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久 在 Xi'an 在 Xi'an 從八年來 八年 對,但在中國 從十五年來 一十五年來 現在人們叫我老 Xianese 是個老 Xian 在八年,老 Xian 是吧 你也可以說漢語嗎? 我可以 我不知道在這個節目中 你可說漢語嗎 還是說英語 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我的韩语没有比你好 这个我不知道 我的韩语说的最好的一句话 就是对不起老婆 求求你 我错了 我错了 老婆肯定是中国人 老婆是重庆的 我们有个人出来没有说这句话 今天的主人公 就是这家餐厅的经营者 来自印度的德福 出来中国时 从服务员做起的她 如今已经是拥有 15年餐饮运营经验的管理者 在2013年 她创立了自己的 印度文化品牌餐厅 据说这家坐落在 大宴塔旁的店 不仅在疫情后 依然保持人气 而且光顾的客人 也是美女如云 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西洋人吗 你们西洋人吗 西洋人 怎么知道我们餐厅的 你们同学的餐厅 小龙室 小龙室 就为了拍沙利过来的 从长安 咸阳 对 我从咸阳过来的 对 我从咸阳过来的 对 我从咸阳过来的 哇 那你们也可以算船 让你们更多的朋友知道 是 你可以穿其他的沙利 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沙利 可以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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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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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让我补个口红 补个口红吗 好 先补个口红 哈哈哈 怎么样嘛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跟平时的 吃东西不一样的类的 哦 那你们 这是第一次来的你说的 对 第一次过来 第一次过来的 是想吃那个 想吃这个外国菜嘛 然后就松了一下 然后说是 说是印度餐 越南餐 然后选了一个印度餐 这是我找的名字 哦 是这个 都是穿了衣服来的 对 然后他们底下就会有介绍 哦 拥有多年餐饮运营经验的德福 很懂得如何利用网络社交平台 以及特色服务吸引客流 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年轻顾客的青睐 在菜品上 保持印度传统风味的同时 也结合了中国客人热衷于给食物拍照的特性 进行了创新 终于可以吃饭了嘛 嗯 等了好久 能不能麻烦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菜是什么的 我们的菜呢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是叫 这个呢 这个呢 这是印度米做出来的 波罗海虾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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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米很长 这是印度米 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吃 叫Samosa 你看印度咖喱叫 那我尝一口吧 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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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尝一口的意思是 我吃一块 嗯 嗯 这个好吃的很 德福的连锁餐厅 已经在西安开了四家 此外在咸阳北京还设有分店 重庆那边 市中心暂时 只有一个很小的 印度餐厅 嗯 我的意思是说 重庆那边有机会 你去合作 你自己过来开一个 哈哈哈哈 我做菜 我做菜 就一点累了 哈哈 嗯 做我们样子就不累了 你的团队更长 嗯 很简单 你看我都不这么管这些产业 这么多产业 很多人说哎呀 你做饭的你不累吗 那他看没电就是 我的朋友说 你每天为什么那么开心 365天 因为你要考团队 你不能考自己 我们觉得他能力不长的话 我们就培训他 让他做得更好 就是一个是 我不想就是我的复养 假如说我应聘一个复养 嗯 两年以后他还是在复养 那算是这是我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哦 就这样的培养他们 我培养他 今年他复养 明年他可以做主管经理 中经理就是这样子 嗯嗯 他就做得更好 我发现那个我们那个 呃 还是能不能吃那个可以 他可以颠吗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让他再来 没有 没有周围 但是你们也不想吃那个 激素叉 那就给你这个抓 你下次来吃吧 好 能不能拍面 有没有发面 讲你的微信 等等 是不是这个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我们没有做 嗯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 这是你的初误 是 明白 好吧 他是具体的很多细节 都是会非常非常专业的 就 我们就觉得 其实他实际上有很多 不管是专业方面 嗯 还是说他自己的梦想呀 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学习的东西挺多的 但是大的方向上还是 就是 还是得他来给我们 就是把关这样子 据说 德福会经常参加 在西安生活的 外国人组织的聚会 We have Dave Rattori Come up here You can talk about that And then these three foreigners 天生段子手的笨 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大展身手的机会 Hello I have I have had a few beers and he jumps off the bus and his head kind of hits me in the chest and then he looks up at me and he screams Wow why And then he reaches out and he grabs my nipple and gives me the harshest titty twister I've ever got in my entire life Yeah And then he skips Just He skips away Yes communism 因为擅长讲端子的Ben Vuttho 德福告诉节目组 他并没有那么擅长脱口秀 We sponsor first price, second price, third price Oh It's just a coupon, you know, 100 RMB Oh yeah But a lot of people know And they come to our restaurant They write a good review Yeah I just realized that's the point of the night Yes, okay Just needed to show your face up ther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say Exactly, exactly I'm not a comedian But yeah, it's like, you know Making new friends And it's a good way to, you know Like a promote our business 德福听说Ben 很喜欢西安的羊肉泡馍 于是特地带着他 来到一家很正宗的老店 Are they looking at their food? cantidad I want to buy you Thangga Young Rufo Your one reflects all the dining room Top 4 Jong Rufo He got a little bit We got a little bit It's also right Cespecially Cescy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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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拍照啊 没有 我要吃 我是想要拿拍照以后呢 把大宗电片里面宣传这个店 让更多的老外来昆明街 就去这里啊 查到那个样子 你经常玩那个大宗电片吗 对啊 哦 是怎么 你是开了店之后开始玩那个还是 之前也玩 之前也玩 对对对 经常心 哪里有好就心 哦哦哦 让大家知道 出门吃饭 都会写点评的德服 这样做的理由是 因为我做餐饮嘛 这现在是网络的年代 晴昂是一个网红城市 那你这方面你必须要 不管那个大宗电评 买团 或者 其他的平台也 修红书那边 还有很多平台你可以评论 大家的好不好 大宗电评 有没有办法用那个来推荐你自己的店吗 如果他们现在不好的评论 我是这样子 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 有时候我服务不好 没有多为 我就单独加那个客人的微信 那个电评 我看看你的那个评论 你来过我们餐厅里面也非常感谢你 但是你体验的不太好 我再想又亲你 因为当天可能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嘛 下次他来的时候呢 然后我亲个他 别让他不成 我让他真正的那个体验一个好的 好 那有很多客人就来 第二次来 那他说 对对是 那就没事 我就把这个评论就出效了 但是下次你们要注意 你们要培训你们要 那对 我来说是客人 有很大的机会 有很多客人 最印象的客人是什么 来吃饭了 经营不好 你不告诉别人 你不告诉你 他也不来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客人 特殊的客人 为什么 他给你挑战的一个机会 你给你的更好 在经营上勇于创新 力求做到更好的德福 得到了很多顾客的好评 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 有两位特地从杭州来的客人 你坐吧 你也坐吧 好 你是在中国学的吗 没有 我听听就会了 就是女朋友很多 所以就很会讲 谁说你朋友很多啊 我帮你们接受我的朋友 那个 是庄人 又是家人 是庄人 对 这样的社会有些美国人 同性啊 同性啊 我 我婆娘是同性 我这天哪 是不是啊 什么这么好 这是怎么 他们可以加入这些吗 可以啊 可以 他中文这么好 OK的 可以啊 加上微信 要给他干我 哦呦 你是一个现实的印度老板 哇 我好 然后就是真的好多的事情就 可以嘛 真的可以 你可以持股 可以 加盟费不要加盟 那这个熟了 那加盟费用必须的 盖朋友盖朋友 做生意就是不能加盟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来投资这个 百分之百 然后呢我不投资也是我用这个 钢固 或者哪一个规定的一个 加盟费用 二十万三十万 这个坑 还有为什么 大五十万 你们看就是想跟德国火座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不太帅啊 骗 你说实话你在成都这种地方 你在做一个面馆 做一个火锅店 它没有特色的 因为有很多行业 专家已经根深蒂固了 但是如果印度菜 我们把它做成这种 可以直接落地 然后德福也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个人IP 我跟德福接触有 有五年了 五年了 然后我觉得非常认可他的做事 风格 所以愿意跟他做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比较好 做生意嘛 要看人比较好 从神秘的印度来到中国 德福为何选择定居在西安 答案下集揭晓 不 不 我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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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们能够做一个最好的 对不起 我想要帮我们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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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了 今天晚上再弄了 我们再也确不幸看下了会员频道 打开何之梦官方频道主页 点击加入 每月仅需290日元 即可享受我住会员家常版视频 以及专属福利 快来加入吧